這部影片由Lazy Tomato為您提供 在開始解釋Arduino是什麼之前 我想請問,什麼是電腦? 來看一下我們要組裝一台桌上型電腦 需要買哪些東西吧 首先是一台電腦主機 接著你還需要滑鼠、鍵盤或者是搖桿 才能夠操作電腦 當然還有電腦螢幕跟喇叭 這樣才可以看影片玩遊戲 也就是說當我們點滑鼠 用搖桿的時候 對主機來講 你正在對它輸入訊息 我們稱這些裝置叫做輸入裝置 而當電腦主機收到訊息 經過處理後 會把資料顯示在螢幕上 把聲音用喇叭放出來 我們稱這些裝置叫做輸出裝置 夾在中間的電腦主機 當然就是負責管理所有的輸入跟輸出裝置 我們姑且稱它為整個電腦系統的大腦 有了這樣子的架構 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個功能完整的電腦 好了,現在一堆電腦有基本的概念了 那我要問第二個問題 請問什麼是Arduino 它的答案很簡單 Arduino就像一台沒接滑鼠 沒接螢幕跟喇叭的電腦主機 這時候你可能在想 什麼? 只有一台電腦主機要怎麼用? 所以咯 它還需要搭配Arduino專用的輸入跟輸出裝置 也就是所謂的模組 關於模組這個東西 等下你會發現它超級好玩的 那Arduino這一台小型的電腦主機 或者我們也稱它叫做開發版 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也許它能做得超乎你的想像 如果你用Arduino Project 在YouTube上面搜尋 你會看到這幾年很火紅的四軸直升機 LED矩陣 甚至是用香蕉來彈鋼琴 都可以用Arduino來完成 而且Arduino能夠在全世界有這麼多的玩家 就是因為它對於沒有工程背景 沒有程式基礎的任何人來說 都是非常容易上手的開發版 所以只要跟著接下來的影片走 很快你就能開始創作精彩的作品囉 如果你到他們的官方網站逛一逛 你會發現Arduino 其實是一系列這種小電腦的總稱 根據不一樣的用途可以搭配不同的型號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 就是最常見的Arduino Uno這塊板子 建議在收看影片時 隨手準備一塊Uno 可以讓你的學習效果更好喔 首先在板子的上下兩個部分 有好幾排黑色的接口 它們的功能就像是電腦主機後面 可以接螢幕接滑鼠鍵盤的地方 我們稱它叫做Pins 也就是所謂的接角 這些接角旁邊都有編號或者是功能的說明 包含上排的0-13 右下的A0-A5 還有它旁邊的電源接角 在板子的左上方有一個按鈕 我們稱它為重置鈕 按下去你Arduino就會重新開機 按鈕下面有一個銀色的插孔 可以用USB 線跟電腦連接 把程式傳送進去 它同時也提供板子的電源 所以只要接著這條USB線 你就可以讓Arduino開機跟工作了 介紹到這邊 我們已經能應付非常多的功能了 其他部分在有需要的時候再跟各位介紹囉 回到最一開始的這張圖 我們現在可以把電腦系統的大腦 換成Arduino開發版了 但是Arduino並不是透過滑鼠鍵盤來操作使用的 還記得我們在介紹電腦的概念的時候 有提到對Arduino來說 它的滑鼠鍵盤跟螢幕 就是所謂的模組嗎? 這些模組到底是什麼東西? 以剛才提到的四軸直升機當作例子 你要讓直升機飛起來 就會用到直流無刷馬達 要控制馬達的轉速 你就會需要電子的調速器 要讓直升機穩定的飛行 你就得使用飛行控制板 如果要用遙控器操作飛行的方向 你就需要無線電收發器 這些東西都是製作四軸直升機所需要的模組 而Arduino就是負責操控他們的電腦主機 你只要跑一趟電子材料行 你就會發現有上百種的酷炫模組可以使用 隨時針對你需要的功能自由搭配 看到這邊 您已經了解Arduino的基本知識了 接下來我要介紹Arduino的開發環境 在開始寫程式之前 先去下載寫程式的軟體吧 進入Arduino的官方網站 點選Download 依照你的系統下載檔案並且安裝 這個東西我們稱它為Arduino的IDE 也就是整合了編輯、驗證 跟燒錄程式的綜合編輯器 以後我們Arduino程式都會透過它來完成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要安裝喔 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介紹了好多東西 但是要Arduino實現一個新的點子 到底需要經過哪些步驟呢? 我的做法是 先在筆記本裡寫下我的點子 還有它的功能 然後開始尋找需要的模組跟材料 東西都備妥以後 就開始依據模組的規則 還有我想要的功能編寫程式 然後我會把必要的電路設計完成 把程式燒錄到Arduino當中 檢查功能是不是對的 如果出現錯誤 就根據IDE告訴我的錯誤訊息 修改程式或者是電路 如果功能正確 就大功告成囉 這看起來是一個超級複雜的過程 不過不用擔心 之後我們會帶你一起完成幾個小專案 很快也就能熟悉整個過程 並享受它了 影片中的參考資料還有相關連結 都已經整理在YouTube下方的說明欄 歡迎多加利用 這一集的ArduinoSpeed Up 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